这就是天斗皇家学院 小时候爸爸带我来过这里 可这是一座山哪 整座山都是天斗皇家学院的 山后面那片森林和山脚下的湖 都属于学院的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史莱克学院 应你们天斗皇家学院邀请 特意来交流的 前面带路吧 来我们学院交流 就你们这群穷鬼 还不快滚 你们天斗皇家学院可不是难民收容所 我们院长说了 前面带路 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怎么 战斗素质这么长 虽然这帮学员的魂力 与戴木白相去甚远 但人数却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如果能够联合起来 向戴木白发动攻击 至少能够抵挡这才对 可现在这副样子 这就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 简直就是一堆垃圾 我不禁怀疑来这里是不是个错误的决定 别问我 我怎么知道 上次和小怪物们打的难解难分的黄斗战队 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好了木白 差不多可以了 看看滚的究竟是谁 你 你们检杆在我们天斗皇家学院闹市 这是对帝国的挑衅 你们等着 你们等着 是 前老师 何事如此喧闹 院长 老师 你们终于来了 是来客学院是我特别邀请来天斗皇家学院交流的 你们为何阻拦 这 是他们 够了 我不想听借口 你们几个围绕操场跑十圈 院长 请 是来客学院 还不是来我们学院换饭吃的 有我在 你们就别想留在这里 殿下 这又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连帝国都是我们家的 几点小事我还做不了主了 不是啊 殿下 我是说 我们还不去跑十圈的话 又要被骂了 你 走吧 走 去哪儿啊 去跑不满 你个蠢祸 我 连长 天斗皇家学院的主校园区在半山腰 拟太区分别在山上山下各处 湖边也有 学院之所以建在天斗城外 原因之一 就是为了拟太修炼地的建设 修建拟太修炼地 就是为了让魂师 能够在最合适的环境中修炼武魂 如果是城内 像植物系和食物系魂师还好说 但受魂师的拟太修炼 就很不方便了 天斗皇家学院内 有着各式各样拟太修炼地 为的就是给学员们提供 最合适的修炼场所 现在天斗皇家学院有多少学员 大约有五百多名学院 基本上都是来自帝国 以及附属王国的贵族子弟 教师有五十多人 论师资力量是足够了 只是就学员素质而言 你觉得怎么样 很不错 比想象中还要好 虽然学员差了些 看来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养老了 五百多名学员 实力一定参差不齐 是这样的大师 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 一共分为三个等级 实力不足二十五级的为天威级 二十五级到三十级之间的为天智级 三十级以上则进入最高的天斗级 像黄斗战队的七人 都是天斗级中的佼佼者 而刚才诸位在山脚下遇到的 那些都是天威级学员 难怪这么不尽的 教师的分级也是如此 四十级以上五十级以下的教师 就是天威级教师 五十级到六十级之间 就是天智级教师 超过六十级则是天斗级教师 而学院的高层 是由三位资格最老实力最强的 天斗级教师组成的教委会 这么说来 我们也能混个天斗级教师等等了 那是自然 院长和诸位老师 能够担任这里的教师 是我们天斗黄家学院的荣幸 到了 这里就是天斗黄家学院教委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史莱克学院弗兰德 武魂猫鹰 敏攻系七十八级七环战魂圣 见过前辈 弗兰德院长 不必客气 我是教务会首席 梦神机 武魂黑妖 控制系八十六级 八环战魂斗罗 教委会自喜百宝山 武魂天星炉 防御系八十五级八环战魂斗罗 教委会三席智灵 武魂天星藤 控制系八十三级 八环战魂斗罗 幸会诸位 梦神机 武魂黑妖 冠绝群鹰的控制系的魂 传闻一旦被黑妖碰凑 就会陷入无限循环的梦境 学